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你要无相 你才能够弃入庙里 简单讲 你念佛不可以找任何的相 要不然没有办法 记得教你一个最棒的办法 两种交互应用 任何一个人都受用 记得 回去的时候 找一张阿弥陀佛你最喜欢的 那种画的 那个画像你最喜欢的 用两种方法 交互应用 保证你这辈子一定成功 一 画像 当你眼睛睁开的时候 看佛像 你有能力 就观西方三圣 你有能力 就观阿弥陀佛 看阿弥陀佛 睁开眼睛 看阿弥陀佛 闭上眼睛的时候 一直想佛 是一切佛于众生心想当中显现 也就是一切诸佛在你心想佛 那一念 佛就在你的心中 因此 刚开始 你如果没有证得 词相 庙里无相 无不相 可以用师父教导的这个办法 眼睛睁开就看佛像 闭上眼睛就观佛像 看佛像 观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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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心念佛 还有一种情形叫做 持持名号 不要看像 但是不要看像 会妄想很多的 妄想很多的 所以按照师父的方法 你跪在阿弥陀佛的前面 你实在没办法跪 用坐着 坐着 看佛像 闭上眼睛 观佛像 看佛像 观佛像 交互应用 你的心就一直定在那个地方 最后啊 每天呢 要持那个毕竹自大佛 大灌顶光真言 一百零八遍 把那杯水喝掉 喝下去 你命中不需要任何人加持 就直接就 就往生净土了 一定往生净土